就战胜了波尔 偏偏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输给他 说明他在关键的大赛上 一个教师叫郝德 他专门做了一个主题发言 应该是比柳成敏要好 这个球就好打 又来了 漂亮 好球 好球 这是个尖端技术 2比3 好的 成功率是68% 好的 好的 现在第三局开球 好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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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漂亮 1比6 好的 有了 对 没办法 好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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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现在3米6 漂亮 现在3米6 漂亮 不输的精神 好的 平成这样就行 哎呀可惜了 到了 也是很有威胁 600 600 毛 600 毛 好的 好的 好 好 好 又挑起来了 形成相持 对拉 你的侧场 好漂亮 现在二边 好的 好球 好的 好的 哎呦 比赛开始 柳生平发球 找得好 今天打了一个 好的 不着急 好的 2005年拿到世界冠军 再次拿到世界乒乓球紧张赛冠军 拿起来了 好的 漂亮 好的 漂亮 这个球 短的 漂亮 短的 好的 啊 这个球 有了 好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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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机会 打了个大角度 不着急 好球 好的 好的 漂亮 哎呀 漂亮 就以11比7取得了第7局比赛的胜利 突然步入决赛 和马林贵